2024屏诺夏日狂欢季将于7月20日在县明公园登场 现在超萌巨兽抒压也悄悄登入公园非常吸睛 此外还有旋转木马 刺激好玩的白金飞机 浪漫的旋转咖啡杯等 以及充满奇幻的怪兽光影展 屏诺县政府特别抢先开放三小时 邀请亲自抢先试玩 夏日狂欢季 今年的夏日狂欢季非常好玩 那除了有在我们本来县明公园的共荣公园之外呢 最重要的我们有加入很多的机械邮具 然后呢还有滑水道 然后还有气垫邮具 那除了这样的小朋友玩的之外 还有呢在我背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怪兽训练所 那我们是利用我们的整个沉浸式的一个光影体验 然后我们用了南台湾最大的一个球体面积 然后用了南台湾最大的进屋 然后让大家进去里面分五个球体 体验五个不同的世界 县福邀请日本艺术家创造IP角色 带大家进入怪兽训练所 训练出最强的怪兽 传播季国际事务处表示 夏日狂欢季 年年选择不同乡镇办理 今年已迈入第三年 特别选在屡屡获奖的屏东泄民公园 将在地工业遗址注入一纹活水 搭配沉浸式光影展与夜间美术馆 让夏日活动不仅适合亲子参与 更期待全国各地民众到访 创造有别于以往的夏日回忆 还有我们的入坑夜间美术馆 那我们特别邀请到台湾非常知名的 艺术家阿雷 特别制作了非常多他的怪物 包含到书鸦 包含到北海小精灵 那除了会有大型的一个塑胶的展品 在我们的三层水池 还有我们的一个草地上之外 整个原来的地坑里面 都会布满了他的一个铜雕作品 他的一些其他立体作品 甚至他的一些作品的海报输出 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水雾 营造出非常非常特别的 一个夜间美术馆的一个特色 而且白天也非常好拍 传播处表示 屏东夏日狂欢季 将于7月20日至8月25日下午3点 至晚间9点登场 每周二为活动修整日 但泄民公园照常开放 活动期间除了造型细精可爱的 游园小火车收备外 其他所有游乐设施通通免费 假日更加码免费游园车 主题市集 一文展演活动及狂欢演唱会等 欢迎民众一起到 限定狂欢乐园 输压放电 记者张如荫刘建荣采访报道 计刘建荣采访开转对比较圣根